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日凌晨英超第十輪展開一場角逐 浪隊將助陣主場迎戰水晶宮 浪隊今季聯賽主場遭遇全敗 球隊毫無狀態可言 面對近期狀態胡亂的水晶宮 浪隊今場必敗無疑 另外M直播到時將有本場賽事現場接播 浪隊今季狀態可惟一塌糊塗 今季聯賽九輪戰鬥 浪隊與兩支星巴馬、葉氏域志和修咸頓一樣未嘗勝職 球隊僅取得兩和七庫排名職分榜沒留 雖然浪隊在進攻方面的發揮上可 馬圖斯、古欣夏和雷欣、艾特、路利等攻擊手困有不足的發揮 但後防線表現不佳才是球隊目前取得如此劣跡的主要原因 今季長坤失球數達到2.78個 這個數據是聯賽最差 後防線可說是形同虛似 更為不利的是 浪隊今季聯賽四場主場遭遇全敗 其間得失球比為5比12 助陣主場是毫無戰鬥力可掩 今次面對來勢洶洶的水晶宮 浪隊主場淪陷在職 陣容方面 中場、巴寶卡、泰奧利和安蘇、干薩利斯等人因相缺陣 而在另一邊水晶宮今季發揮相當較上季退步得比較明顯 上季他們最終能取得第10名的成績 而今季九輪戰敗 球隊緊積6分排名積分榜倒數第4 不過水晶宮近期狀態有所好轉 上季主場戰勝熱次後 隨即是英聯盃以2比1擊敗阿士東維拉 球隊迎來九圍的連勝 其中水晶宮前鋒桑菲利比馬迪達 是今季對內頭號的得分手 上季對陣熱次就是 憑藉著他的入球為球隊帶來寶貴的3分 他今季發揮依舊值得期待 更值得一提的是 水晶宮在近7次聯賽對陣狼隊中取勝6場勝利 並且手握對賽2年勝 可謂是狼隊的黑星 金普賽赤走火魔連立斯球場 水晶宮細奪3年勝 陣容方面後衛基斯里察士和查迪里亞特等人因相缺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再見